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編 今天的韓版在更新之後 它推出了三個新的試煉副本 那我們現在點開來看 這邊是試煉副本 那原本的話就是這一些 就是瞬移啊 打這個寶箱 或是起死維生樹之類的 那今天的話 新增了這三個 一個是 擁闖地堅 然後這個是保衛守護塔 然後這個是尋找寶藏 那在這邊呢 它進入的門檻的話 就是從70級以上才會出現 那跟以前這些就不一樣了 雖然說以前這些也是有 根據等級的話會調整不同的這個層級 然後以及關卡的這個內容的地圖 都會跟著改變 那這三張地圖呢 它是70級以上一直到80多級 它這一個 最後這一關它會變成123 就是會有不同的這個變化 那前面這兩關的話可能 目前還不確定 因為前面現在這隻才71級 而且我們是第一次 今天熱騰騰的來跟大家做這個介紹 然後如果你有發現的話 你可以看到原本 我們進入這個試煉地間的 葉子消耗是10 原本都是10 那新的這三關 高階的是20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身上最多的就是葉子 所以 我先補個這個水 然後我們就出發 然後傳送方式一樣就是這樣點進去 好那這一關的話 它現在目前這樣子 它也是有一個魔法可以使用 然後可以拿到這些 這個是新的 這個不是新的 這個是新的獎勵 然後 現在的話這個獎勵是變多的 應該說高階的關卡 它的這個獎勵是變多的 然後這個的話 它是世界王鄉 它算是新的沒有錯 它跟以前的 跟這些舊的關卡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跟舊的關卡 它現在 等一下 OK 它現在統一調整 統一調整就是都是200個 200個這個變身製作銀幣 對應該是這樣子沒有錯 那 現在的話 這邊也是有排名 我們先看一下大家的時間 大概20秒 左右 衝最快的 第一名的 然後它等一下會使用這個魔法 來攻擊裡面的怪物 我們不急 就慢慢來過 這邊的話 一樣是開Auto 這隻好帥 這個叫 有點類似那個 仙劍的那個萬劍爵有沒有 李逍遙的萬劍爵 天上突然掉一堆 欸 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又出現兩個出口 欸 到了 我們已經到了 34秒啊 比他們那個 還慢一點 比紀錄的還慢一點 不過 它那一關就是這樣 你放那個技能之後 它會隨機 出現傳送點 它傳送點就是藏在 裡面的NPC裡面 裡面的怪物裡 然後 像剛才這樣子 照理來說 它應該會有四張 四張地圖才會傳送到 最後的那個終點 可是我們剛剛傳第二張 就直接 跑出那個終點的 這個 傳送點 所以表示 你第一張也是有可能 或許啦 或許第一張也有可能出現 直接傳送到終點的這個 傳送門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時間就會變得非常快 好 但是這個也是靠運氣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 它的玩法其實是 用這個類似起始回生鼠 但是它會 它外面會有一些 因為說它的中間 地圖中間是一個守護塔 那你的目的就是 保護這個守護塔 不要讓它被 被這個怪物襲擊 那怪物會從四面八方的 這個地圖 走過來 來攻擊你 好 那這關的話 我們看一下 最快目前是30秒 30到31秒 也就是說 這關比剛才還要 慢一點 所以 我在猜可能是因為 等怪的關係 因為怪物要走過來 需要一些時間 好 我們來傳送 這個 這個圖就是爆怪的這個圖 來了來了 我們在這裡 那也是開歐頭 這些怪物 哇 這個直接把它們操奪了 我們走快一點 好 它是可以 這招是可以遠距離攻擊的 這個30秒還算快 是不是我要衝進去打 44秒 還沒有意會過來 反正它那邊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設定打怪的數量 剛才沒有注意到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在接下來再來 這個第三關 第三關 第三關的玩法 就 比較不一樣了 它主要是去打這個 火葬 藏寶箱 一開始這邊有一個 傳送門 那我們走出去 然後按Auto 去把這些所有的藏寶箱打壞 總共有10個 地圖的左上角可以看到 有10個 解完了 其實也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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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拿到這個寶箱 重疊了 不是 這邊 它完成這個任務 我們先來解一下 這邊可以拿到一個箱子 二階 一階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應該是世界王的吧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剛才那一些關卡 已經都被我們解掉了 這一關我們花了 花了一些時間 四十幾秒 對 三四十秒 但是其實簡單來說 這些關卡都很快 就是 你只要用這個 那它按Auto的話 它會自己去秒 就是人物啊 它會自己去秒這個 寶箱 攻擊 所以 你只要找附近的 寶箱去攻擊就可以了 那當然 墓地 你的 這個 終極目標還是要避免 被這個雪人打死 還是要避免被雪人打死 好 那這三個的話 已經 我們已經過完了 那 它這裡的 排名啊 它目前是這樣 目前是這樣 然後 然後它的獎勵喔 變成這樣子 變成是一些什麼 金銀寶箱啊 這個 這個是它的新的獎勵 然後 除此之外啊 它還多了一個 呃 這個應該是周排名啊 看一下 這個新的界面喔 我也是 第一次看 這新的界面 也是第一次看 所以有些都還不熟悉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的話 是每周排名沒有錯 然後它的每周排名 它是依照 譬如說 你有上榜 你有上每周的這個 這個排行榜的話 它就會去計算喔 它就已經計算了 這個 積分 譬如說 它這邊是說 5分吧 然後總共花了 這個是積分啊 然後 1分 47秒 這個也是5分 但是它花了2分鐘 20秒 然後這個就是4分鐘 這個就是總共看它的這個順序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會額外拿到這些 寶箱 好那這個寶箱可以開到什麼 就 大家就去大普帖上面看一下 把這個小編都來做反應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更新世界王 可是 可是現在還是看不到 現在還沒有辦法 好OK 那我們 就沒有辦法看世界王了 以上是 這三個新的 試煉副本的第一次試玩 好第一次試玩 好 這個要再進去的話 得再花11賺 要再花11賺 原本的話這邊 原本的話是花10賺 如果你要進去的話 花10賺 好 那這三個關卡要進去的話 要進去的話 要花11賺去買 好 那我們就不進去了 大家如果有玩韓版的朋友 可以進去挑戰這三個關卡 好 那他們的經驗值其實也是非常多 這邊沒有顯示 它是一個是 我來詳細看一下 好像是50萬然後100萬 150萬的樣子 那個經驗值 所以其實還蠻多的 0.05 還蠻多的 好 那介紹就到這個地方告一段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囉 掰掰